张九南加入德云斗笑社也算是圆梦了 十年时间演了4162场 一年400多场 平均下来一天一场 张九南这份敬业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当然这都是张九南一天天干出来的 一点点积累的 张九南能来德云斗笑社也算是熬出头了 作为张九南上的第一个综艺节目 张九南可以说是拿出了十分的努力 只为了不被淘汰 在节目中不按套路出牌 鬼点子频频 尤其是在两期节目中 张九南多次自掏腰包 当了好几次冤大头 把大家都乐坏了 可是有人就质疑了 张九南这都是节目组的剧本 他怎么可能真的花钱呢 在这两期节目里 张九南花了两次钱 加起来有一千多块钱 第一次是在做大饼的时候 张九南觉得太慢了 就直接点外卖买了几张饼 可是没想到买的饼太小了 根本没法冒充 在第二期节目中 张九南为了能找到玉琪琳 就花钱收买了几位顾客 不但送上了果盘 甚至连洗浴费都自掏腰包 帮几位顾客掏了 可是就有人质疑了 张九南这都是在演戏 是节目组提前安排好的 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不是故意演戏 8月28号 张九南晒出了自己的消费记录 包括通过外卖买大饼 帮顾客买果盘的消费记录 说前两期已经花了小1300了 还要加上给工作人员发的红包 难啊 值得一提的是 张九南在第二期花了这么多钱 真正的玉琪琳上九溪 却被他给喷走了 确实太惨了 不知道是不是随了队长了 会不会把惨进行到底 张九南晒出消费记录来 也再次证明德云社的团宗 顶天了有个大纲 但是绝对没有剧本 一切都是演员的现场发挥 绝对不是事先安排好的 可能是看惯了综艺节目里 各种冲突和意外都是剧本 所以大家才会不相信 德云社的团宗是真实的 张九南晒自己的消费记录 也算是还了德云社一个清白 其实想想就能明白 德云社的演员在台上说相声 台下什么突发情况都有 临场反应能力都是很高的 参加这种综艺节目 简直是大才小用 所以严敏导演完全没必要准备剧本 就让这帮人自由发挥 节目效果反而更真实 更有喜剧效果 成绩不会骗人 德云社团宗如今这么高的点击率 就是最好的证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